我们创业的时候 四十多年以前 而那个时候 啥都供应求 只要你想干 就一定有市场 但今天 不管是衣服 房子 汽车 几乎你能看得见的 想得到的 中国都有了 价格也非常的低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发展呢 所以说 要按新型消费的方向来发展 我理解新型消费 是满足老百姓 对新的需求的消费 培育壮大信心消费 不仅是中国扩大内需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举措 也是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行动 如何培育壮大信心消费 3月25日下午 与会嘉宾在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年年会期间 围绕信心消费 与内需潜力释放话题 进行研讨 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 徐然表示 中国目前的信心消费发展 主要有四个趋势 那第一个方面呢 是数字消费 促进了供需高效对接 推动消费不断扩容提滞 那近年来呢 大家也看到 网上的消费 是在快速发展的 那它也更好地满足了 我们消费者 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那第二个 我们所关注到的主要趋势是 绿色消费 在顺应节能减排的大趋势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低碳环保的消费方式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 关注和青睐 那第三个主要的趋势呢 我们看到是老年人群的健康消费需求在扩大 而且在不断地推动数字化 拓展医疗服务 那第四个趋势呢 我们看到是国潮消费 在促进商品与文化相组合 焕发了传统消费的新活力 与会嘉宾表示 当前在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的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障碍 发展新型消费空间巨大 应进一步突破独点卡点 促进内需潜力释放 第一呢 是要稳定资产价格 提升收入水平 改善社会预期 第二呢 要稳定传统大中消费 来带动新型消费 大中成本跟新型消费呢 有时候是看上去两个方面 但实际上呢 我认为是有互补 有的时候还互为促进 你比如这个买房 买房当中房子一改善 就有很多其他的消费上来了 第三个呢 要全力提升高品质 产品和服务的公寄能力 我们需要全面地提升 产品的品质 全面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第四呢 要盘活成量资源场景 创新消费场景 最后一个呢 我觉得社房消费潜力企业 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要发挥创新 发挥科技 推动我们的消费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永豪强调 中国人口众多 多样化 高端化消费需求 与日俱增 传统企业要勇于创新 拥抱变革 迎接新消费需求 今天的新消费 背后是什么呢 背后是这个格局的变化 产业链的变化 而我们这些最传统的企业 必须跟上 这个变化的时代的需求 要做变革 要做创新 那么我们在开发新的产品 不但快捷 更要安全 还要可持续 并且要做到碳排放的有利 我觉得这就是在今天我们的企业应该做的事 传统企业要变革 这方面的路还长 但是呢我们仍然有信心 因为中国14亿人巨大的市场 以及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 以及更多的年轻人 还有一批银发经济所带来的新的需求 我觉得我们也有信心 在新的格局下 把我们该做的事做好 迎接新消费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